男人轻轻地挥出一刀 汹涌的蓝色火焰瞬间喷出 连大地都被烧出十米深的痕迹 这竟然是阿鲁施展的终极预计流程 想不到斯塔金只是看到阿鲁用了几次 他就学会了这一招 实在是太恐怖了 如果不是阿鲁反应快 刚才他已经被一分为二 虽然很震惊但他立即发动了反击 无数的刀叉朝着斯塔金所在的位置飞去 看上去有一股万剑归宗的感觉 斯塔金手中常见一挥 一道火墙将他护在了身后 不过阿鲁的刀叉像是长了眼睛一样变了方向 斯塔金迅速地将火焰转变成龙卷风 将全身都笼罩在其中 但是阿鲁在此时却入侵到了火焰之中 马上甩出一连串的汤叉 但斯塔金的火焰却是瞬间将其融化 阿鲁被一伙逼得连连后退 这个时候他竟然打出了六十连钉拳 攻击穿透了斯塔金的整个身体 此时两人已经有些力竭 但过了两秒二人又一次撞击到了一起 根本不给对方丝毫喘息的机会 看来今天是不死一个战斗是不会结束 斯塔金将火焰力量加强 而阿鲁用插盾给自己做了一个护甲 待他落地之后给了斯塔金一套双发冰拳 但阿鲁也被他的火焰穿胸而过 要说这两人也真的是非常耐打 每一次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打法 斯塔金为阿鲁的勇猛感到赞叹 因为一般人碰到他的火早就死了 而阿鲁因为体内美食细胞的原因 被烧伤的皮肤一直在快速地修复 但阿鲁也不知道现在的状态可以支撑多久 所以他决定接下来要不停地输出 两人再一次地交锋 无数的拳影被不断地挥出 反正这个时候就是拼个气势 谁露窃谁就输了 在场外的小松只能大声地为阿鲁加油 阿鲁打出腿刀 斯塔金就用火烧他的腿毛 但这一次想不到他的刀被剔断了 而接下来他要面临的是肾部双击 再加六十连冰拳 这还没完七十连插拳紧随气候 本来阿鲁想要乘胜追击 但却反被斯塔金一招火焰直拳打中 弄得他是浑身发烧 反正二人的攻击是一直都没有停下 这一刻他们只剩下了最本能的兽性 今天你不把我弄死你就别想回去 每一次交手感觉都会倒下 但他们依然在顽强地战斗着 最后连周围的山峰都被削掉了 两人全身冒着浓烟躺在了地上 这一战让他们认识到了对方的强大 然而就在他们再一次的拳脚相向时 突然一道可怕的气息扫过他们的脑海 一瞬间攻击硬生生地被停了下来 他们的战斗本能告诉自己 好像是整个地球现在都在那位强者的注视之下 就如同餐桌上的食物一般 那种令灵魂站立的无力感 这一刻他们非常默契地停手将目光看向天空 而一个黑色的盘子此时出现 上面就站着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神秘人 他似乎对美食盛典非常的熟悉 当他的气息出现时 地面上所有的高手全部都心中一惊 他们心中生出了一股强烈不安的感觉 对方仅仅是一个眼神 就将下方所有的人位置锁定 并区分出来实力的强弱 而在他身边半跪着的人竟然是再生尸铁瓶 此时脚下的盘子变成了一条黑色长蛇 接下来场面上的局势将发生巨变